这是令人动情的地点 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一名白人警察用膝盖压住弗洛伊德脖子几分钟后 弗洛伊德不幸死亡 他的死亡地点变成了临时纪念点 他的弟弟现身在这里 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与和平 他哥哥的死已经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广泛动作 美国各城市在数十年来 对警察暴行和种族主义进行最广泛的抗议中 有人在一些街区纵火焚烧 示威者担心他们对正义的呼声可能被暴力淹没 集会主要由和平示威者组成 这些示威者远远多于那些想要煽动暴力的人 但许多抗议行动通常在日落之后 出现抢劫和故意破坏的行为而成为混乱 但是全国各地的大多数示威活动都在和平地进行 种族多样统一行动 许多抗议者并不诉诸暴力 而是寻找方法来推进种族正义事业 就像德克萨斯州律师马特曼宁那样 向被捕的抗议者提供无偿援助 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们了解 他如何运用自己的技能来支持抗议行动 有的人则依靠自己的信仰 自由作家姆普科索瓦呼吁他多元的文化教会集体行动 但是随着非暴力抗议者努力争取将这些信息在集会中传达出去时 许多人说是几十年来的压迫和挫折导致了美国历史上这一暴力的时刻 系统性问题需要时间才能解决 同时批评人士说 执法部门在白宫外驱离和平集会 已是特朗普可以步行去教堂的画面 对帮助社区寻求正义和治愈来说是无济于事的 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人世纪尼华盛顿报道